針對雞蛋的價格在漲價 有零售的店家說 他們跟產地批發都是同步的 白蛋從一斤58元調整為60元 只賺應有的利潤並沒有賺很大 但是有業者在私下透露說 年初蛋荒的時候 曾經有聽過有一些業者 他們抽出一部分的蛋 去賣到黑市賺價差 或是有蛋農會謊稱說 蛋雞生病了產蛋量減少 沒有辦法供應這麼多 其實有可能是拿去轉賣 鑽取更高價 跟著老闆走進冷鏈倉儲 裡面溫度只有2度 放眼所及有刻定的雞蛋 還有一包包水煮蛋 這是油飯業者要製作紅蛋用的 鹹蛋黃烘焙用的夜蛋 不論哪種形態 冷藏後再退冰很容易壞掉 但是像這樣被藏起來的蛋 恐怕還不少 退冰很容易壞掉 可能兩三天可能就會壞掉 這種天氣這麼熱 蛋價金漲背後還真有原因 老闆透露真要有這種情況 也只是少部分 尤其年初蛋荒亂象的時候 真的碰到一些不尋常狀況 盤商碰到這樣也只能認災 畢竟天氣熱 雞蛋想要久放有困難 得要有場地有設備 為了賺一點銀頭小力 似乎不是那麼滑得來 鏡頭轉到蛋行 白蛋零售一斤來到六十元 缺好一點飼料的像是 亞馬子蛋 紅殼蛋一斤八十五元 土雞蛋一斤要九十五元 這些蛋價格偏高 少有波動 強調賺該賺的除了房租 水電人力成本 蛋行也要承擔雞蛋出現破損情況 他們也希望價格有一個固定機制 這樣大家都有所依循 消費者就不必擔心買到貴的蛋 記者綜合報導